2012年的官员艳兆风波还未平息呢 2013年的艳兆们又上演了 那么这一次呢事情是发生在了上海 昨天晚上有一个微博名为这个闽航小艳的网友爆料说 他自己的手上啊 有很多上海闽航区公务员孙某的这个床照 并且呢敲山政府的在网上先发了两张 今天上海闽航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微博 对此事是做出了回应说呀 目前此事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 正在进一步核实 官方的消息说 这个艳兆的男主角并非是闽航区的公务人员 具体的身份还有待核实 爆料人闽航小艳在微博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不过拨打后却显示为空号 那我们的网友就说 这监控安装的很到位呀 角度表情和动作无一漏网 还有网友说 那么多艳兆前辈的惨痛教训 为啥不警醒呢 看来后果还是不够严重啊 还有网友说 这年后临时工的故事听太多了 能换一个倒霉鬼的代号吗